本县国土功能分区图规划草案公开展览 以及各乡镇市公厅会于今年1月2日完成 然而还有很多长辈还不清楚相关规定 以及对自身权益的影响 县府于今天起首先在南投市公所 办理公所及地政人员的教育训练 希望在受理民众咨询时 协助民众解惑或申付相关土地问题 因为民众还是相当的不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来做教育训练 我们从2月9号开始也在排定 在各个乡镇公所 目前在6个乡镇公所 先从普理仁爱开始 在当地做为民服务的一个 厘清跟陈情的意义 再来就是说我们县府地政处也争取到 我们来延长国土功能分区草图的一个查询系统 这个部分民众也可以来做在网路上的查询 县议员林亦如也很关心这项议题 中央制定的国土功能分区计划 对许多世代居住于此的乡亲来说 确实有些还不清楚相关的规定 及造成的影响 林议员感谢县府办理这项座谈 以最简单的说明让民众了解 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我们长期四居在山坡地上 不管是耕作的农民 我们的乡亲所大的地方也好 我希望整个政策的改变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有很大的烦恼 所以我们也感谢管政府这处 针对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叫到我们的规划公司 来基盘到我们的整个组单会 它叫做组单会 让我们十三兄弟所有的第一参人员 可以了解如何跟我们的乡亲来做到说明 用到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的乡亲对到他们的疑虑 可以对到大案 由于计划 有关民众土地使用权利 县府地震处 特地委托顾问公司 承办这次教育训练 让每位参与的人都成为教育的种子 未来让县民更清楚自己的权益 今天所有来的人都当成是一个种子 那如果都是种子 让大家知道说 今天民众如果他想要了解 他的国土功能分区分类 他不一定要到县府 他可能到公所到地所 或者是问我们代数人员就可以了解 南投县幅员辽阔 山坡地多 县议员林一如 肯定县府向内政部争取延长开放 公开越南网络平台 查询系统的时间 而且自2月9日起 由专人在乡镇市公所受理民众咨询 欢迎民众多多利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